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委员会星期二指出 上个月伊朗试图向叙利亚运送与武器相关的材料 违反了安理会武器禁运条例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委员会说 伊朗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 试图用货船将与武器有关的材料运往叙利亚 目前这艘船停靠在塞浦路斯 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委员会主席 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高虚信雄说 2009年2月3号 委员会收到来自成员国的一封信寻求指导 信中报告说 该国在检查一艘悬挂国旗的船破的货物时 发现船上运载与武器有关的材料 委员会于2月6号回信指出 运送信中所说的材料 违反了2007年通过的第1747号决议 决议的第五段规定 伊朗不能直接或者间接从本国 或者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者飞机 提供出售或者运送任何武器或者相关材料 高虚信雄所提到的这个联合国成员国 经美国英国和法国确认是塞浦路斯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索尔斯说 运送和采购违规武器违反了这些国际义务 英国希望委员会得到来自伊朗和叙利亚的解释 为什么根据报告所指 这批货物得到伊朗的许可作为起运国 为什么叙利亚卷入其中作为目的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说 制裁伊朗委员会断定 运送这批货物违反了安理会第1747号决议 美国支持该委员会已经采取的步骤 解决违规行径 我们希望委员会继续采取适当的行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说 由于苏丹总统巴西尔命令救援组织离境 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人道危机 正在恶化 奥巴马总统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星期二在白宫会谈时 主要讨论了苏丹达尔福尔的人道危机 苏丹总统巴西尔上星期驱逐了13个外国救援机构 在此之前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巴西尔总统犯下了战争罪 奥巴马总统说 国际社会一定要向苏丹政府发出一个强烈而一致的信息 那就是不断恶化的人道局势 令人无法接受 奥巴马总统誓言 美国将积极同联合国协作 帮助解决达尔福尔危机 在美国国内 美国国会将一份4100亿美元的议案送交奥巴马总统 为维持政府9月30号之前的运作提供开支 奥巴马总统预计很快会签署这项预算案 由美国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 星期二以62票对35票批准了这项所谓综合开支案 众议院已经批准了这项议案 不过参议院大多数共和党籍议员批评这项议案开支过于庞大 在财政问题上 持保守立场的民主与共和两党人士 反对议员们把大量用于他们本周的专项开支 塞进这个预算案 这项预算案包含了8000多条专项开支 总价值超过70亿美元 白宫说 尽管存在这些专项开支 总统预计还是会签署议案 但是很快会宣布新的规定 在未来限制这类开支 西藏反抗运动50周年当天 中国政府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省份实施严格的安全戒备 限制外国媒体采访 而在美国 有很多支持西藏运动的人士 在各大城市发起示威抗议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为了避免去年314拉萨事件重演 中国政府在西藏反抗运动50周年的敏感时刻 在西藏和周边地区实施严格的安全戒备 在四川坑定的街头 不时可以看到武装部队的车辆 以及带枪的军人在街道上巡逻 星期三 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 四川省政府宣传部副部长侯雄飞否认当局不让外国媒体进入 我到现在为止没接到说 不要你们去的势力 不过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许多外国媒体记者 自从去年3月事件后 都被禁止进入藏族人居住的地区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9号表示 至少有6个新闻单位的记者 在过去这个星期当中 因为试图进入甘肃 四川和青海等省份的藏区地带时 被当局拘押 遣返或是拍摄带遭到了没收 此外最近也传出外国以及香港游客 被禁止进入四川著名的景点 九寨沟等地 对此四川阿坝州代州长吴泽刚表示 相关限制主要是因为道路安全问题 路段有个桥 它现在出现一点 现在还在抢修 那么桥不通的时候 要为了大家的安全 暂时来欢迎大家通过坐飞机 还有来从这个西北方向 从这个绵阳这边这个方向去 另一方面 在3月10号西藏反抗运动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支持西藏运动的人士 也在美国的芝加哥 以及旧金山等大城市 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而在美国的纽约 也有将近3000人参加 在联合国总部 以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 发起的支持西藏的游行活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人大召开期间 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上访民众 明显感到 在这种所谓政治敏感时期 他们尤其不受欢迎 但是他们表示 必须向地方和中央政府讨回公道 与此同时 有关中国由来已久的上访制度 是否应当被废除的争议 仍在继续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中国北京 上访民众拒许的地方 到处可以看到 访民散发的申诉状 状告房屋非法拆迁 地产纠纷 工厂拖欠工资 或是地方贪官 逍遥法外 有的则是家人或孩子有病 负担不起医药费 请求政府帮忙 李春霞说 他曾是河南一家服装厂的老板 现在生意全没了 富起来这是医护本人 但是政府是拿我们当牺牲品了 有的访民因为绝望 而在公共场所自残 用利器割伤自己 或是引火自焚 中国人大在北京召开期间 这些访民明显感到 在这种所谓政治敏感时期 他们尤其不受欢迎 这些访民来自中国各地 其中有的已经不止一次前来北京 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愿 因为新房口他就是骗了 骗了我们跑了这边 就和踢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的 从上面踢到下面 从下面又踢到上面 所以说我们不相信他 我们不想走中长谎了 出于绝望 上访民众把申诉材料 洒向北京喧闹的街区 警察们不得不阻断交通 减实传单 把他们扔进垃圾桶 中国的上访制度由来已久 地方民众上京深渊的传统 可以一直追溯到 几百年前的封建王朝 有人说 如今成情结队的访民 走上北京街头 恰好说明 中国司法体制不够健全 地方问题 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或是地方政府和法院本身存在腐败 媒体监督受到限制 中国政府表示 他们每年收到三百万 到四百万份上访材料 但是人权组织说 实际数字超过千万 怀有六个月深运的李春霞说 李春霞一年前就曾到北京上访 他和其他上访者准备在 位于北京东北郊的郊区 举行抗议 李春霞说 不一定能达到我的目的和要求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 我们老百姓软弱可切 就是我们会使用我们能做了一点方法 去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不慢 有学者认为整个上访制度应该被废除 而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表示 该制度需要改善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虹